美国有没有房产证 经常有在美国买房的中国人在交易结束后会问我的房产证呢 今天再科普一下 美国买房没有像国内一样的房产证 只有一个产权轮件 Grant Deed也可以成为Deed of Trust 在当地政府登记 成为可以查的公众记录 这有个例子 这个Deed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在县政府的网站上 很多人如果想要保护好隐私 就是不像这份Deed一样 因为名字很好识别 很容易被发现是名人 这种情况下 其实可以用LLC或者Trust的名义买房 具体如何操作可以跟你的经纪人商量 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产权调查报告 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 还是你是一个新入行的地产经纪人 都要学会自己看产权报告 产权公司会收集和评估大量的公共记录 接住这个可以识别和明确所有产权问题 Title Report上有什么呢 第一就是告诉你这房子真正的主人是谁 到底有几个所有人 比如有些是夫妻共同持有 那么卖房子的时候就不能只有一方签子 一定要所有的产权持有人签子 交易才有效 这个之所以在美国能做到公正公开 就是因为大的一些产权公司都成立近百年 从成立支出制度和信息就比较完善 你可以追查到这个房子建立支出的所有者 后来的每一笔交易 房子属于谁 你要买之前 这个房子到底有几个主人 都可以清楚的在产权报告上看到 所以可以有效的避免你买房踩在一个坑 就是买完房 不出来一个人告诉你 你的交易无效 我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第二告诉你 这个户主有多少个产权 第三所有影响到房屋买卖 产权转让的刘志权 地权等等一系列因素 都会在产权报告上显示 所以一定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这些内容 最后就是产权报告最后的一个地图 就是这房子的土地范围 以及跟周边的土地的关系 也可以仔细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产权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会影响产权的部分 练刘志权和judgment 练刘志权这东西最大的问题 就是只要钱没还 就一直在 不会被拿掉 其中最需要重视大家 就是Tax lien 也就是房产税一定要交 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特殊例的 比如前两年湾区做非病的案例特别多 也就是翻新一下 再出售 转时间内就完成了交易 那么有人就问了 我几个月就把房子卖掉了 但是当时的Supplemental Tax还没有出来 比如我6月份就卖掉了 到第二年1月份 我收到这个Supplemental Tax 那房子都不是我的了 我还有必要付这个钱吗 那County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这个有不付的 直接挂在你名字底下 跟着你走 逃都跑不掉 所以这个Tax千万不要不付 另一个是Party Lint 最常见的是Mortgage lien 也就是抵押贷款 这里面还有个值得一提的 就是Mechanics lien 通常就是Contractor放在你的房子上的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哪怕是个3000块的维修费用 如果放了Mechanics lien 那么Contractor是可以申请去拍卖你这个房产的 拿到他需要的报酬 所以一般房子要卖的时候 产权公司就会仔细地问卖家 你这房子近期有没有做过翻新啊 如果有 那就要找Contractor收集所有的账单 还要签署文件 证明这些账单都已经支付了 不可以再回过头来放过来 那如果开始卖房之前 产权上就已经有一个Mortgage lien 那就必须是卖家找到Contractor 去把这个账单给付了 然后Contractor那边出去一个release 就等于这个lien被消除了 第三个叫做lease pendantance 一般是屋主欠钱还在打官司的 或者离婚官司的 这个房子就还不能卖 另外还有Homowners Association lien 就是HOA的钱没付 就会有个HOA lien影响产权另一个重大因素 就是judgment 这个是跟着你的名字走的 不是跟着房子走的 有几个年限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在加州 Money Judgment一般是10年 也可以再延期 Spousal Support and Child Support Judgment也是可以延期10年 那政府相关的judgment可以持续20年 Tag Record上如果看到 Tax Delinquency或者Notice of Default 或者是两个同时存在 那要仔细的请你的Astro Officers 要帮你看看 有些房子的售价 甚至还不够卖家拿去还债的 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买家而言 问题并不大 只要你能买到这个房子 那你的产权还是清晰的 那些欠债跟你无关 但是作为买家的代理经济 如果这个offer的价格 还不能cover这个卖家的欠债 那极大可能就是房子交易结束 你拿不到commission 因为这个欠债和commission的支付 是有优先排序的 卖家拿到房款 必须是先去还债 接下来要注意的是 Eastment和Mortiglian 第一权 有些时候看的不是很明白 这个时候可以找你的Spro 要一个不同颜色标记的地图 清楚明白的告诉你这个房子 周边哪些是有第一权的 如果你看中的是这个房子的地 想要建ADU 那么这个Eastment你必须看清楚 ADU或者用池都是不能建在这个Eastment上面的 以上就是产权报告中你需要注意的点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买房过程中相关的信息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